大家好,我是于荣宽 最近扎克伯格麻烦不断了 一方面Facebook的股价暴跌26% 创下该公司18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另一方面,元宇宙项目亏损已经超过100亿美元 更难看的是它要硬扛欧盟的数据监管要求 什么时候才能达成和解很不确定 至于苹果、谷歌和TikTok在趁机落井线时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这次我想看看扎克伯格的八字 看看他最近的运道到底怎么了 扎克伯格生于1984年5月14日 这前三注六字就已经把名利双收的格局勾勒出来 这个格局如果只是拱财局 成为富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想要在全球排名前十的话 恐怕还远远不够 至少还要加上自杀 才能富可敌国 又因为他在人生大运暴富 财富排名一路上涨 最高甚至进入全球富豪榜的前三 使用精髓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的真太阳石很可能是鬼害石 这个八字的天干和地支 都在合财制萨 而且月令是硬笔的同时 也是石神的掌声 进一步接种了金的潜能 用神到位的时候 能够释放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他才能成为全球有数的顶级富豪 金生水旺是流动传播之下 非常适合干物流或者交流 他当初并没有入行送快递 而是创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 Facebook 所有的生命都必有一死 多么微弱的灵魂 都有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所以Facebook 从某个角度来说 用来形容这个灰红的社交网络 是非常贴切的 可是刚过去的2021新丑年 就已经进入了鬼水大运 看看圆局就知道 鬼水是解木七萨的正印 比人水更能生住 这个解木七萨 七萨这个季神变得更强旺了 那么烦恼是非 肯定就比人生大运更多了 所以他想改名 把Facebook改为灭他 希望能够带来好运 当然了 说他改名是为了求好运 纯属是开玩笑 看看圆局就知道 能够合住鬼水 减弱他生住 假木七萨的 就是雾土 和四火 这是比肩的能量 小到可以只代表 密查公司的股东 大到可以代表 跟他有任何直接 或者间接联系的所有人 也就是Facebook的所有用户 比肩合财 就是分钱给这些人 换句话说就是 破财消灾 花钱买安宁 从这个角度来看 百亿的亏损 花在元宇宙项目 肯定不如花在电子金融上面 生金是智杀的用神 电子金融本来是一部 非常高明的妙企 可是他少年的痔疮 自我膨胀了 虚然要创建一种 周际的电子货币 这简直是 捋了美元的胡须 不只卖太大了 就容易扯着弹 不管是给这种货币 起名利比亚 还是起名 DIM 都没用 如果当初他学微信仰 从电子钱包做起 今天很可能是 另一番的局面 毕竟饭是要一口一口的吃 大局面 都是一步一步的扬起来的 妄想放个大招就能灭他 反而容易被灭